各位好 我是陈一佳 现在在纽约纳斯达克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013年4月17日星期三来自于美股在收盘时的最新资讯 在纳股之从开盘时就开始出现下滑 全天跌幅不断的加大 在收盘的时候 道指下滑0.9% 报14618.59点 分数换500指数下滑1.4% 1552.0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滑1.8% 3204.67点 在今天 金融 来自于科技以及能源都是影跌的一些板块 主要是由于今天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些财报 对于市场的整个投资情绪有影响 另外在今天可以看到 由于汇时方面的波动 以及最新的原油库存数据进一步的上升 油价在今天下滑到了86.68美元一桶 所以整个板块的交易都比非常的疲软 另外金价在今天又进一步的下落 再来关注一下就是美联储在今天下午公布的最新的贺皮书 表明美国的经济还在缓慢的增长 但是其中是在房产业以及制造业方面 另外在接近收盘的时候来自于一个评级公司 一共Jones对于德国进行了降级 对于欧元有进一步的打击 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财报 首先关注的就是美国银行 他们由于在房贷业务的收入不及造成了 不管是营业额还是盈利都是低于预计的 另外他们在法律方面的支出又比较的高 所以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市场对于整个金融板块 在今天出现了抛压 包括他们还有摩根大通是道指上跌幅最明显的两个公司 另外再关注一个公司是电子芯片生产商 Seras Logic 可能他们公司疲软的一个业绩让大家担心 是不是他们的一个大的客户 苹果公司的iPhone以及iPad的需求不足 那造成了苹果公司同样股价大跌 那他们的跌幅就不说了 那苹果公司的股价在盘中一度是跌到400美元一股之下 造成整个科技板块方面的疲软 另外在今天公布的财报还有英特尔 那他们的利润下滑了25% 而且预计第二季度的销售会下滑8% 那不过目前市场的回应还是在小幅攀升当中 但是其他的PCG的生产商像惠普股价都跟随出现下落 因为他们的疲软就说明整个行业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那在盘后 这个eBay将要公布他们最新的业绩 那市场的期待可以看到还是比较负面的 目前在盘后的交易是出现小幅度的攀升 那再来关注就是Caterpillar 那他们由于在中国方面的经济发展速度的不计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这个券商对他们进行的降级造成他们股价在今天也是出现下落的 但是今天股市上也有一些好的消息 那在纳斯达克有一个新的股上市 这是来自于纽约的一个食品零售连锁店Fairway 那他们上市的发行价是13美元 我可以看到收盘的时候他们的涨幅已经超过了33% 以上就是来自于美国股市收盘时的嘴型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明天再见